好在川败对决情势底定的美国大选里面 这个川普他的各种各样的官司显然盘踞了大选的媒体版面 他要处理身上多起官司金融诈欺案 纽约法院裁定25日之前他要缴4.54亿美金 也就是大概台币147亿元的上诉保证金 法院突然裁定宽限10天还下修现在是1.75亿美金 另外他涉嫌在2016大选前支付成人骗女性的封口废案 法官驳回不能延期4月15日正式开庭 川普将成为第一个面对刑事审判的前美国总统 豪卖放话将用现金支付上诉保证金 美国前总统川普涉及金融诈欺案 被纽约法院裁定25号前得缴交4.54亿美金 约合台币147亿元 不过就在到期日之前 纽约上诉法院突然裁定将宽限期再延10天 金额也下修为1.75亿美金 约合台币55亿 直接打四折 让川普的财务危机暂时解套 原本面对缴不出高额保证金 名下资产遭到拍卖的难堪局面 在纽约的知名地标川普大楼也可能被查封 现在金额下修 加上川普2021年创立的社群平台TrueSocial 上周五股东批准合并 让企业可以在美国上市 这可能为川普带来30亿美元 约合台币960亿 宛如天降甘霖的意外之财 不过川普的法律团队一刻也不能松懈 25号纽约法庭驳回了延后 他曾支付承认骗女星封口费的刑事审判 全案将在原定的4月15号开审 封口费案是华尔街日报记者2018年揭露 川普曾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 安排支付承认骗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 13万美金 约合台币414万元 条件是他不能公开讨论 两人在2006年的一场邂逅 报道出炉后 当时川普的律师迈克科恩 跳出来表示 是他自己掏腰包付了这笔钱 完全与川普无关 不过他后来又改口 说这是川普下了指令 还开了支票给科恩偿还 2018年底 科恩在美国联邦法院上认罪 包括支付封口费等竞选财务违规行为 科恩在庭上证时 他以川普名义向成人片女星支付封口费 主要目的就是影响当时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同时也在国会作证 川普始终否认 他和暴风女丹尼尔斯有过接触 2018年面对记者提问 他曾经公开在镜头前澄清 但川普在2018年底又改口 承认他曾透过律师科恩 进行一柄10万美金左右的偿还交易 没有说明细节 同年纽约客杂志又爆料 川普曾看前花花公子兔女郎 麦克道格的一段风流运势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2016年大选前四天 与川普关系良好的美国询问报 向麦克道格支付15万美金 约合台币480万元 买下他的故事版权 但从来没做成报道 暴风女丹尼尔斯的风口费事件 让川普从去年起 面临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 暴风女丹尼尔斯近期的纪录片 在串流平台Peacock上架 详细描述他在2018年事件曝光后 受到各种威胁骚扰 川普对风口费事件 仍坚持自己完全无罪 说这一切都是司法迫害 还强调他愿意出庭作证 下个月15号开始 为期六周风口费案庭审 川普也成为首位面对刑事审判的 美国前总统 TVBS新闻综合报道